如果有一天你在躲猫猫时 意外变成了一棵树 请直接推出游戏 不要问为什么 五分钟前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今天 我发现游戏策划在群里发了消息 随机变身 你根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奇葩东西 搭配越合理 被抓的概率越小 不再是纯运气 靠思考搭配合理性 这好像比之前更有意思了呀 那小伙伴们 我应该是最早知道游戏更新的吧 所以呢 大家不要慌 这模式到底好不好玩 让辉哥我替大家试试水 那看在辉哥这么勤奋的份上 就给视频点个赞 怎么样 网络一线签 相见即是圆 动动小手长按点赞 它也算合理对吧 对对对 咱们进入游戏选择角色 看一下它会给我变成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棵大树吧 对 是的 我问了个去 这房间里藏大树 你这 搭配月合理 合理 咱就是说 这合理吗 这 哎 这次就比较合理了嘛 是个洗衣机 最起码它是个 能够放在房间里的东西 来到洗手间 这里有个空位置 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放洗衣机的位置吧 来吧屠夫 看看你这次怎么抓到我 你干嘛 你还跟我 躲猫猫呢 什么意思 它不会 拿来吧你 哎呀 吓死我了 幸好送的是我旁边的衣服桶 干得漂亮啊 第一次顺利躲过 等着吧你 游戏没躲过一次 就会再次进行随机物品 啊这 这是 拖把 好东西啊 咱们还是待在洗手间 拖把的话 应该放在这里比较合理 来了来了 屠夫又进来了 抓我呀大鸢种 咱就是说 本来眼神就不好使 你偏偏还是个独眼龙 你上面有点血 这里 好像没有人 别愁了 我早就换地方了 拿来吧你 大鸢种 屠夫又没抓住 哎呀 so easy呀 哎呀 下一轮是 垃圾桶 我去 这 效果爆炸呀 へへへ 屠夫要是知道事情 估计都要崩溃了 纯纯的大鸢种呀 哎呀 没办法 好运气来了呀 我总不能一直变成不合理的大树吧 不合理的大树 啊 啊 这 这不合理呀 兄弟们 求求你不要找我了 好吗 我不管 哎呦 我天你快走吧 可这个谁想干的 想允许我再重新选一次 哎 又是洗衣机 这个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 可不嘛 刚才也是这样 哎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躲起来 看看他会不会发现我 是我想多了 这屠夫不太聪明的样子哦 OK 顺利通过四次搜查 看看接下来又是什么 一比一万 开不开心 你让我说什么 我的妈呀 你可太烦人了 换一个换一个 这个不错呀 一幅壁画 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放在这里 依然是顺利通过 伯父甚至都没走到这里 就开始搜查了 怎么着 摆烂了是不 给老子闭嘴 急了 下一个 裤子 简单 刚才变成洗衣机的时候 咱不是看见裤子就在水桶上面放着呢吗 我感觉这次屠夫会发现我 来使用一个尖叫鸭鸭搞一下 哎 上当了吧 我靠 呀呀呀 又是洗衣机 没事没事 不是大树就行 这怎么能这样呢 他又去翻垃圾桶了 你是对他情有独钟吧 这么喜欢 你管我呢 又不是 好好好 我不最限了 OK 现在经过了七次搜查 下一轮又是裤子 咱们感觉我也强不到哪去啊 躲来躲去的 始终在洗手间待着 你笑不得日啊 又抓不到我 真的很烦 好 第九次是一个熊头挂室 咱们还有一次使用尖叫鸭的机会 不要浪费了 直接用在衣柜上 哎 那怎么了 你还不是傻乎乎的去搜啦 怪我咯 最后一次 垃圾桶 完了 不会吧 托夫可是很喜欢垃圾桶的 他不会 拿来吧你 你这 你太随意了吧 就这样就赢啦 谢谢哦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也别愣着了 举起发财的小手 给视频合理的点个赞 可以吧 啊 欸 你就赞好了 就赞好了 好